今天這個外資 又大賣了晶圓雙雄 今天聯電被外資砍出了 10.6萬張 台積電今天外資也再砍了 快要有2萬張 韋傑 我先講一下台積電 我們剛剛前面 有給大家一個小圖示 李連傑的圖 這是很多網友今天的心聲說 散戶的功夫再好 再怎麼好 散戶的功夫再強大 都是敵不過洋人的槍砲 現在是不是就是洋人的槍砲 對準了我們的台積電 對準了我們的聯電 投資人到底應該如何來因應 還是最恐慌的時候 就是最好的買點呢 那今天包含了投信 投信今天其實也對聯電 做了稍微的調節 那我先來講一下台積電 今天早盤台積電一口氣往下跳 回測到月線的支撐 跌破了600塊錢之後 開始有人進去搶了 很多人都覺得 跌破600塊的台積電 哇 是短線的低點 好便宜 趕快進來撿 自己的神山 自己舊 維基你知道台積電 今天的零股交易有多少嗎 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的零股交易 金額成交值是21.4億 總量是個十百千萬 十萬百萬 355萬股的台積電零股 在今天盤中做交易 這個成交金額21.4億 是什麼概念呢 昨天台積電盤中 零股的成交金額是8000多萬 結果今天台積電跌破了6字頭 頂股就全部的蜂擁而入 成交金額暴衝到21.4倍 我們下標可以看到 暴衝了24倍 都是散戶在搶進 其實在今天盤前 就有這個鄉民在問 說看到美股大跌 他心都涼了 台積電早就是外國人的形狀了 台積電ADR也在跌 他在670塊 比較相對高點的時候 買了台積電 他不知道該怎麼辦 因為之前不是在法說會之後 好多的外資都調高了 台積電的目標價 8字頭7字頭 甚至有人說 有可能漲到1000塊錢 結果這幾家外資 瑞銀 李昂 大摩 高盛 小摩 最近這幾天都狂賣台積電 7天下來 外資賣了15.3萬張 從台積電提款950億走人 但是誰進來了 代表散戶的融資 帶著鋼盔繼續的往前衝 11月21號來 融資是增加了5800多張 增加了36億元 那高點下來 台積電其實已經跌了一成左右了 市值也蒸發了2.1兆了 現在你會發現 很多的強勢股在轉弱 或是高檔拉回的時候 都會有很多人告訴你 強勢股要停損 可能要先暫時的停利 或是停損 但是只有一檔不一樣 就是台積電 因為大部分的人都說 台積電要放很久 要放10年 只要有錢就可以進場 跌下來你不會加碼攤平嗎 很多人都是這樣的一個論調 偉賢怎麼看 今天這麼多人去搶 600塊以下台積電的零股 覺得這是一個短線的低點 就連有一位最近很多人在討論的 美國的基金創辦人 美國方舟ARK基金創投公司的創辦人 他在去年的8月底就開始 大買台積電了這一位 Cassie Wood女士 他之前為什麼大家討論他 因為覺得他是美國的新版的女股神 因為他在2018年就預測 特斯拉的股價會大漲了 那時候特斯拉的股價才300塊左右 他認為特斯拉股價會漲到4000美元 果然壓對保了 因為去年特斯拉足足飆漲了7.4倍之多 但是這一家ARK方舟基金公司 他們12月在特斯拉高檔的時候 其實也開始在減碼 那他轉押誰呢 他轉押台積電 他買的是台積電在美股掛牌的ADR 從去年的8月左右 台積電的ADR他一路的買一路的加碼 到1月25號為止 總共持有584萬股 市值高達71.6億 甚至上個禮拜不是傳出 英特爾暫時不會增加更多的 委外代工訂單給台積電 導致台積電那一天從高點往下重衰 結果那一天 這家基金公司還繼續再加碼台積電 所以韋傑趕快來請教你了 跌到六字頭的台積電 到底是不是一個短線的好買點 再往下 月線大概597塊附近 台積電能不能夠找到 強而有力的支撐 你剛剛講到最近美債 美國十年期的公債殖利率 開始上升了 有比較悲觀派的法案是認為 台積電因為股價漲很多了 它的現金殖利率大概是1.5% 跟美國十年期公債的殖利率 差距不大了 當殖利率差距不大的時候 對外資而言 台積電現在是真的相對 比較沒有吸引力嗎 還是我們自己的台積 就靠散戶螞蟻熊兵的力量自己救 我們還是回過頭來 在一開始我們就提到一件事情 不管你在做什麼樣的操作 沒有不能買的股票 只有不會操作的策略而已 所以其實從台積電的操作邏輯 我們看到在方舟的操盤人的手上 我們可以看到一個重點 就是高檔減碼 然後開始轉進什麼 低成本優勢的概念股 你看到高檔 TESLA在漲的時候 他會把它減碼掉 去找誰 找台積電 那我相信現在他目前手上的台積電 如果是以台積電 在台北股市掛牌的成本來講 他大概成本是在300塊以下 所以你說他抱台積電能不能抱得住 可以 但是你不能因為說他一路的加碼上去 然後我們散戶看到台積電有回跌 我可不可以看到女股神買就跟著買 這個是有難度的 因為他在加碼的過程當中 他的成本往上墊高沒有錯 但他墊高速度很慢 可是我們因為資本比較少 那你一進去之後 你的成本就決定在比較高檔的位置 對 像這個買在670塊的鄉民 今天就很緊張 對 因為我記得 我們在前兩個禮拜來講台積電的時候 特別跟大家講 尤其是來到相對高點 我們看到 在法說會之後的這個679塊的高點 附近的時候 我們就說 當時候這個679跟月線的乖離 大概是有100塊的一個價差 我們當時候節目當中跟大家提醒 在這邊千萬不要追高 因為你一追高他不小心 他還沒轉空 還沒跌破月線 可能就會有很多的投資人受不了 因為是100塊錢的價差 那果不起來 你會不小心都套在這一根紅K棒上面 對 那剛剛明樂 我們回到剛剛上一張圖 剛剛明樂有特別提到 其實在這一天679塊的時候 是台電法說會過後 對 各家的外資全部都在上修目標價 全部調高 但是我們就回來再看一下 從這一天之後 這一天之後 外資全部站在賣方 而且賣的比例非常非常的高 賣的張數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這個就出現市場上常 說一件事就是外資口是心非 就是口閒體正值對不對 雖然說我覺得它很好 但是我一點都不買我還大賣 但是這個跟外資的估值是有關係 所以回過頭來600塊的台積電 到底有沒有辦法能夠去承接 我想每一個人的操作邏輯都不一樣 如果你回到600塊 你有進場的投資朋友很簡單 你就跌破600要記得要停損 因為現在的台積電跟 人家的持股成本是不太一樣 萬一它要是不小心繼續調節 那可能我們在操作的時候 就會變成過早進場 所以按照現在目前台積電的整個線型來說 跌到在月線這附近 基本上沒有所謂的止跌現象 而且外資到目前為止都還是站在賣方 你說那跌到什麼時候才適合進場 我跟各位講 當外資回頭佈局台積電的時候 才是真正的進場的時間點跟適合的時間點 因為就目前看起來 在空方下跌的趨勢當中 做任何的操作都是錯誤的 就是你都一定會一路被套下去 那你就會覺得說 670也買 650也買 600也買 590也買 580也買 一路買下去怎麼好像看不到底 因為人家還沒到甜蜜點的進場時刻 所以我還是建議大家 不是說看壞台積電 而是在股價的部分 的確是有一些些操作的美額存在 當台積電的前景再好 這些目標價 他們一看都看兩年看三年 對 所以要提醒大家 外資目標價不是說 我今天喊明天就上去 對 尤其是我記得看最好的 看800塊的外資 基本上他們在 有李昂 李昂跟AB聯博 其實他們看的 台積電是看2023年才會出現 800塊錢以上的目標價 所以在800塊 這兩三年這中間 其實台積電免不了會受到 市場上環境的一些波動 所以為什麼外資在過去的 操作邏輯裡面 大量加碼區都會是在 台積電回到年限的附近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很簡單 我們把時間稍微拉長一點點 回到去年的那個 7月份的時間點 去年7月份的時候 然後我們會說 為什麼這個月線的支撐 其實是相對比較疲弱 因為怎樣 這裡是外資賣 散戶在接的時候 等於這個月線的支撐位置點 是散戶的支撐點 不是外資的 那你看7月28號 這一根出來之後 雖然投信是沾在賣方 外資也稍微沾在賣方 但是它整理了三個月之後 在11月份進行一個突破之後 就往上走 所以這一個平台整理區間 就會相對的比較有意義 為什麼 因為它是外資進場的成本區 而且它整理了三個月之後 最後決定往上表態 所以當股價回到這個平台區間的時候 它就相對具備有支撐的意義 因為它是法人的成本區 所以大家在操作的時候 為什麼要一直看所謂的支撐跟成本 原因就在於你在操作的時候 一定要記得降低成本 才會達到獲利成長的 一個目標的這個結果 好 你講到這個月線的支撐 今天金元二哥聯電 今天也跌到月線了 聯電月線的支撐 會不會比台積電強呢 那我們剛才當然看到了 外資今天賣超第一名就是聯電 有沒有被外資看錯 有沒有被外資挫殺呢 財訊傳媒社長謝金河他認為 聯電在過年後 會很有爆發力 會更吸睛 為什麼我們剛看台積電的股價 現在的本益比大概是31倍左右 但是聯電的本益比是不是相對便宜呢 昨天法術會公布去年的獲利超級亮眼 20年來新高 年增超過兩倍 第一季基本上它是產能全滿 價動率100% 而且今年的資本支出還要增加5成 只是它有一個最大的利空 就是什麼匯率的壓力 第一季營收增幅可能會遭到台幣強生的侵蝕而腰斬 那韋傑聯電現在在50塊錢附近 今天看起來似乎有一個短線的支撐存在這個地方 那謝社長是認為 因為現在不是車用晶片告急到處都在找車用晶片嗎 那這是聯電最擅長的 因為車用晶片它不需要用先進製程來做 它預估我聯電今年的EPS每股獲利3塊起跳 如果聯電今年的配息比去年增加一倍 因為去年大賺錢 如果配息今年拉高到1.6塊的現金股利的話 合理的本益比20倍到30倍 它認為今年聯電的股價有機會挑戰80元 今天跌到了一個月的平均價位50塊附近 你覺得聯電可不可以找買點 好 忘記這個本益比的部分 就是大家喜歡給多少就給多少 所以我覺得還是當參考就好 那既然是EPS3塊錢起跳 大家先記得一件事情 台積電之所以能夠享有30倍以上的本益比 是因為它在先進製程 先進製程 那聯電它雖然說有資本支出增加了5成 但是它的製程就是在中階製程 它並沒有辦法能夠繼續往上推升 所以它的本益比要跟台積電看起 基本上有困難 有困難 好 所以其實就算配息拉高來講 在整個聯電現在目前股價的一個位置來說 它的殖利率也相對比較偏低一點點 那在現在目前的整個聯電的表現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聯電的股價K線圖 那我想其實在這一波它的高點 大概就是在51.9的附近 那這一波高點在突破完之後 就會變成是現在聯電股價強弱的一個分界點 所以這一個高點只要能夠守得住 那基本上聯電後續在農曆年前或是農曆年後 都還是有機會 但是比較可惜的是 今天的外資它是站在賣方 而且它已經是連續賣4天 所以後面在月線的支撐就顯得非常的重要 除非說它在今天所留下的這一個空方缺口 在未來的三個交易日當中 就是說來到了下個禮拜封關前的上半週 它可以順利的在收盤 把這個空方缺口給進行封閉 那麼對於聯電來說 空方危機就暫時能化解 那麼就算在股價表現上面 沒有外資的買牌 也都還能夠在高檔繼續的震盪 但是換言之如果反過來想 外資繼續賣它它繼續往下掉 而且跌破了前波高點 那代表聯電整理的時間就要相對拉長很多很多 那更何況說其實今天 在聯電的這些相關的新聞上面 也特別提到 新台幣強生的一個匯率風險 其實聯電已經在告訴大家 台灣的電子股在第一季 甚至在過去 其實一直以來都有 台幣強生所遭遇的匯損的問題 所以大家一定要特別留意 雖然它在今年的整個車用晶片上面 是一個題材 漲價也是一個題材 但是在短線上面 因為股價也早就已經反映了 這兩個比較明顯的一個利多題材 所以股價來到了相對高檔的時候 大家一定要特別留意一下這個風險 也不要說因為看到這樣子的一個利多的題材 就冒冒然的在跌了第一天之後 你就跳進去 在空方缺口還沒回補之前 我認為冒然的跳進去 搶所謂的聯電後面的行情 是比較冒險的操作 倒不如說我們稍微保守一點點 稍微過個好年 然後再回來 你再去看聯電的一個表現 搞不好可以找到更好的一個 介入位置跟時機點